好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为什么会挂科 为什么跟齐悦家吃饭你那么没教养 为什么上了大学以后 就不再是我教室里的优秀的女儿了 谈恋爱了是吧 跟蒋正涵 谁跟您说的 你不用管谁告诉我的 你现在马上跟他分手 我觉得这个事吧 咱们不能那么 你挂科就是因为跟他私混 这不关蒋正涵的事 蒋正涵他很优秀 优秀 他有秦岳优秀吗 你说我费劲扒拉给你们牵线搭桥 你就给我弄成那样你 妈 我已经上大学了 有些事情 我有我自己的判断 你还小 姑娘 这结婚不是你想象的什么 亲亲爱爱 你浓我浓 到最后全是 什么 买车 买房 柴米油盐那堆破事 妈 我不在乎钱 我在乎 你是我闺女 我就不能看着你吃苦 我也不能看着那小子在咱们家白吃白蹭 你说你跟秦岳好 就以他家那实力 你一辈子都不用再吃苦了 妈 结婚 它是两个人的事 幼稚 结婚是两家人的事情 我不是反对你谈恋爱 你好歹给我找个正经人吧 这秦岳哪儿不好了 你看看你现在 都从年纪第一 你都跟我挂科了 我还让你怎么出国留学呢 你说你怎么去啊 出国 你什么时候要我出国 你在安排我之前 你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 我是你妈 我用得着跟你商量吗 还有你讲这个韩 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东明街 好了吗 那都是什么人住的地方 你最清楚了 这小子 高中的时候就开始骗你 大学还骗你 我看这小子真 德冠军怎么了 实习怎么了 他不还是一个打工的吗 他就不是看上你了 他是看上咱们家了 能让他少分多二十年 你调查他 我调查他怎么了 赶快打电话 分手 不可能 别别别 那大广天的 咱们别这样 那个 小夕 你好好说话 我再说一遍 就再说一遍 我不分手 我打你 告诉你 别别别 这个假期在家 给我待着 你哪儿都别去 走走走 给我在家待着 走走 我还管不了他了 我管不了他了 这是 我真的到北宁了 我都快进宿舍了 不信你看 新老板 我快进宿舍了 大远 早 早 小小 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解释还在疯着呢 那个 我已经跟学校打过招呼了 行 那我先上去放行李 那行 然后 回头再跟您下棋 好吧 好嘞 好嘞 我到寝室门口了 看看里面有没有人 当当当 没有人 你弟弟的床 我的床 好 好寂寞 小夕 我到了 你这么早就回去了 XV公司的实习提前了 我就只能回来了 这样吗 怎么 见不到我上线了 这样也好 就算你在江明 我们也见不到 我被我妈禁足了 为什么 我挂科了 惹他不高兴 你没有骗我吧 真的是因为挂科吗 对了 我给叔叔阿姨 买了点东西 你告诉他们一下 买了什么 叔叔身体不好 所以我给叔叔 买了个电热台 这样平时叔叔呢 可以盖在腿上 然后 江明的天气又阴冷阴冷的 我就给阿姨买了件披肩 平时穿着又暴暖又时尚 你们家不是喜欢喝茶吗 然后我又买了一套新的茶具 快递应该马上就到了 你跟叔叔阿姨说一声 让他们收一下 女朋友 飞心了 你怎么办 毕竟 我家那关 未来你功课会比较累 你就当是八张钱的甜枣吧 小夕 你把你下一个假期想要去的地方 想玩的 列一张表格 我一定会努力 做好一切准备 什么准备啊 取你的准备 小夕啊 我刚才找东西的时候 突然翻到这本书送给你啊 我爸来了 我先挂了 好 那你先去 我先挂了 再来 我先挂了 再来 挂了 嗯 再来 嗯 我先挂了 你 我先挂了 我先挂了 检浩 公司实习怎么样 嗯 我问你呢 挺好的 实习第一天怎么样吧 挺好的 奇怪了 是你网卡还是我网卡啊 我总感觉信号不太好 嗯 可能现在不太好 你没回宿舍吗 回宿舍 16公里呢 怎么回去啊 现在回去 估计都11点多了 那你准备在公司通宵啊 好了 你先睡吧 乖 好吧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等一下 嗯 你干嘛啊 充电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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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总,你忙着呢? - 什么事儿? - 您交给我的那个项目,我做完了。 - 整体上,我进行了一些优化。 - 一会儿发到您的邮箱,您过目一下细节。 - 这么快? - 你该不会是糊弄我吧? - 您看了就知道了。 - 行,你去吧。 - 好。 - 谢总,那个是不是有难搞定的项目? - 我能不能帮上忙? - 就是公司项目会的那些。 - 来,你过来看一下。 - 好。 - 算了,这个对你来说确实挺难的。 - 您看啊。 -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 去把你电脑拿来。 - 去吧。 - 去吧。 -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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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处理问题,思路清晰,编程手法十分成熟。 蒋正涵,你是大一新生吗? 你该不会是别的公司派来的技术间谍吧? 间谍? 我说您还真是瞧得起我啊? 但你绝对不是一个新手啊。 我高中就开始编程了。 这么早啊? 为什么? 家里出了一点事。 需要钱。 什么事啊? 我爸在工厂。 出事了。 我爸是厂长。 要给很多家属赔偿。 可是他自己脚也上了。 我到大学, 才凑够钱。 给他做的手术。 是吗? 挺好的。 挺好的? 对啊。 空声的你也不上挑担的。 啥? 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一句话。 担子越重, 脚步越深。 所以您这话的意思是, 您也有相同的经历呗。 人总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或早或晚, 或主动或被动。 大部分人活着一辈子, 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壮志未愁。 然后开始, 愤世嫉俗。 好在我们都是, 主动承担的人。 我跟你说啊, 我曾经在一个餐馆, 连续四个小时, 刷了一百二十九个盘子。 火, 创下了当月的记录。 厉害吗? 要按您这么说, 您这就算挣钱了。 我家里也用不着洗碗机了。 看不出来, 你小子还挺皮。 饿不饿? 吃点东西去。 我不饿。 公司报销就饿。 行, 这顿算工作餐。 这顿我请。 走着。 你家里还有多少钱没还啊? 还完了。 还完了还这么扣? 我有女朋友, 我赚钱要养她的。 你们年轻人谈恋爱现在都这样吗? 你交的什么女朋友啊? 还要你养? 我女朋友不需要我养。 她家境很好。 但是, 要很支持我, 体谅我。 行了, 行了,行了。 你这叫什么? 撒狗粮,是吧? 话说, 咱们谢总有女朋友吗? 没有。 没那工夫。 没事,不用解释。 我走。 你小子甭跟我嘚瑟。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大学爱情。 大学爱情怎么了? 毕业了就得分手。 你一个大男人, 还能靠他吃饭。 我跟你说, 我觉得, 这还真能当饭吃。